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三 照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有朋友問我 天氣到底要冷到幾時 這個問題待會跟大家說 不過我們先看今早各區的低溫 其實只有10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出門口時仍然要穿多一件外套 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運動 就可以看到 其實昨晚來的華南圓圓地區 仍然都是比較多雲 不過這些雲塵基本上就不是太厚 我們預計日後都可以見到不少的陽光 至於接下來的幾天就有個好消息 因為影響我們的東北季後風 就會逐漸被一股比較偏東的氣流所取代 一般來說東風都是從海邊來 所以我們預計到接近周滿的時候 氣溫就會上升 也會天氣會比較濕 接著我們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就會是大智多雲 日間就會是部份時的陽光 朝早就是天氣寒冷 日間就是天氣乾燥 我們預測日間的最高氣溫大概是15度 風的方面就是吹和緩的冬至冬北風 而離岸的風勢就會是間中清靜 展望方面我們預測 我們預測明天氣還是寒冷 我們預計到接近周末的時候 濕度就會上升 氣溫也會回升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